自衣師 自衣師 自衣師的作品 其實是在眾多的樂高演出家裡面 最具代表性的一個特色 原因之一就是因為 第一個他做的作品 蠻多是屬於台灣在地的 歷史元素 像是北港草原公 或者說展出另外一間的同安船 同安船是 新橋時期 常常在 台灣海峽使用的 商船 也是後來變成官方 使用的船船 再來是 他也是特高 認證的大師 特高大師 最主要是我們在社展的時候 選擇的時候會去思考說 這個玩具基因藝術展 到底要展什麼 為什麼我們可以選這個藝術家 要說這個展覽它有一個一個層次 在 王英之醫師 它代表的是 這個展覽第一個層次就是 樂高的藝術基木師 不是只有 從玩具店 基木店買來的 盒子造 說明書組裝的樣子 它可以去突破 去想像 去挑戰那些 你可想到的題目 可是這個題目呢 它其實 王英之醫生也比較特別 它是跟在地歷史有關係 跟這個台灣歷史有關係 那它其實也是鼓勵我們這個展覽 這個現場 這個現場 這個現場是一館 單單是美術館一館的國際洞 那這地方是 這次實際的警察說的 甚至是那個 國民政府太太說的 也在使用的親母銀行 所以說它這個 配合這個古蹟 再配合這個 這個也是古蹟 趙健康古蹟 然後他翻出來是古蹟 它這樣子會 出想的原因 然後再搭配後續的展覽 慢慢的層次說 有比較藝術性的探討特高 應該是藝術性的探討 就是積木藝術 或者說怎麼去用積木藝術呢 並是挪用這些元素 圖號放在他的藝術家的創作裡面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 王英之醫師會 就是會邀請他產長 然後並且挑選這兩件的元素 比較特別的是說 它 既從它 講像是 以前的 我發生過 就是意外 然後他就是會開始思考 他的人生的意義 等就是 是什麼 那 這個展覽 我們邀請他 有一個很大一個 是因為 他在做積木的時候 一般我們在看積木 它是建構的東西 那在建構的時候 有感覺很大 比較單純的快樂 那這個 單純的快樂 其實小朋友是很單純的 可是其實大的 在做 建構這個單純快樂的時候 他其實是 試著回溯到 以前那個比較純真的快樂 這也是為什麼這個 它叫做 堆鐵快樂的原因 可是 油夢書 他不只是在這個區 找這個建構的快樂 他還是 這件作品 在創作的時候 它是建構 然後建構完之後呢 他再把它去翻模 然後翻成蠟 然後蠟 蠟的磨出來之後 他再用熱 火 然後去把它融化 融化從下面 那融化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就是 翻成水 等於說它有了 它的建構 結構 再去建構 最後的樣子 展現了這樣 人物書系列 那這個其實也是非常的 反思說 什麼是 快樂 什麼是人的本質 尤其是我們這邊 看到這件作品 那這件作品呢 看到的這麼像是 扁額類的東西 或者說廣告的交換時候 所有中衛放不到 就是 打開它 其實它就是 去 也是算是去 結構基因目的立體感 把它變成平面性 而在內容上面 它也是去想說 這個東西 再大的 不斷地去 想要透過基因目 去回到那個單純的快樂 可是它其實中間 面對很多的壓抑啊 就是 挫折的時候 它怎麼去 思考或抒發這樣的情緒 所以只能看到很多不許人 這不是只是想要 告訴想要說 不許 這也是大人告訴自己 這件事情 遇到不許 或者說常常被交錯 可是內心想說 就是辦不到 這種其實 對生活的一種 挫折啊 當然成長過程的遭遇 或者說 做一個大人的時候 它總是思考快樂 這件事情 所以它能看到 還有它 幫我 這種比較厭世的東西 所以它其實也是 反映了一個 在當代 其實大家對於 對於理想 對於生命的 作者 或者說 對於生命的追求 什麼是快樂的 一個 比較內心的作品 那這個展覽就是 從 大家一般熟悉的樂高 到 一般就是 最後比較 藝術深層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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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